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在亚马逊站内竞争处于白热化 站内广告成本不断攀升 站内流量已达瓶颈的现状下 如何拓展流量来源 获得更多销量增长是每个亚马逊卖家面临的难点 在这种情况下 越来越多的卖家将眼光放到站外 开始尝试挖掘站外流量 但经常会有卖家疑惑 我应该在什么时候开始站外引流 应该采取哪种引流方式 其实根据产品类目的不同 站外引流的目的不同 所处的销售时期不同 所选择的站外方式也不尽相同 什么时候适合做站外引流 一 站内广告打不上的时候 做运营时间长的亚马逊卖家肯定碰见过 好好的站内广告每天可以烧10至20美金的 突然花不出去了 遇见这种情况 多半是因为你的ASIM表现差了 亚马逊把广告坑位给别人了 这个时间通过站外出单 可以帮你把提高出单和转化率 快速帮你把广告的坑位重新夺回来 二 销量突然下降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碰见某个ASIM出单很稳定的 但是某天突然销量下降了 这个时候你需要通过站外拉一拉排名 然后加大下广告了 不然沉下去再上来就不容易了 三 忘记比如即将到来的Prime Day 平台流量爆发的时候 还有开学季 万圣节 黑五等等节日 都是我们做站外推广的好时机 在亚马逊都在强力推广的这个阶段 如果顺势而为进行站外推广 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不管站内站外 都要懂得借助平台的流量 四 秒杀前一至二天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秒杀的效果和平时的排名关系太大了 一个没有销量的产品 想通过秒杀爆单是不可能的 这个时候就需要站外先给你拉动下销量 五 打爆款的时候 很多大卖打爆款的前期都是刷大量单 但是刷单不能带来高曝光率和高点击率 这个时候除了CPC就是站外了 站外可以帮你实现高曝光率和高点击率 你只要稳住转化率 产品就可以快速起来 有哪些站外引流渠道 一 社交媒体Facebook引流Facebook 最好的就是它能够精准定位广告受众的年龄 性别 爱好 所在地区 手机型号 操作系统 网络环境等 通过它的精确定位 就能明确客户是不是自己想投放的客户 抗件广告时 要保证内容 图片和标题要一眼就能吸引受众 并且要牢记一点 广告要尽可能的简洁 在投放广告时可以投放多一些广告条 不同的受众去尝试 预算不要太高 及时停掉效果不好的广告 二 专业折扣网站 如果想要取得尖效快的引流效果 那么Deals折扣网站便是首先考虑的方式了 折扣网站按照类型可以分为三块 论坛内 专类折扣站 博客折扣 论坛内代表如SweetDeals 专业折扣站代表如Deal News TechVargin E-Sales DVT等 博客类代表如Tinger 根据产品不同可以选择不同的站点 比如SweetDeals就是综合类的 什么都可以发 TechVargin就是电子类的 根据你的亚马逊店铺 Feedback数量 Review数量 FakeSpot等级 也会限制你选择一些折扣网站 折扣网站的发帖方式 有红人发帖或网站编辑发帖 具体看网站的发帖规则 3.视频社交网站红人营销 要如何找到适合自己产品推广的红人 首先利用产品关键词 在YouTube上搜索红人 然后查看红人 所发布产品的相关度 他的粉丝数量 视频的观看量 以及他与粉丝之间的互动程度 确定了之后 便可以在红人主页上 寻找联系方式 开始联系红人 如果红人有足够的影响力 那么带来的流量将不容小区 4.短视频TikTok 引流从TikTok的发展趋势 以及海外用户国家的分布 和用户画像来看 目前TikTok对于跨境电商卖家来说 就是一块流量的蓝海 谁先进入 谁就可能吃到第一波流量红利 据数据统计 TikTok的营销影响力 正在逐步变大 下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1.截止本月初 TikTok每月大约有8亿活跃用户 2.TikTok全球下载量最新突破21次 在2020年QE季度 下载量就达到了3.15亿次 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季度 其中5亿来自印度 1.8亿来自中国 1.3亿来自美国 3.每个用户平均花费 在TikTok上的时间平均约为52分钟 每天打开TikTok的次数为84 4.60%的TikTok用户是90后 5.社交媒体网红们 开始在TikTok上创建平均500美金的付费内容 6.TikTok60%是女性 40%是男性 60%的人年龄在16至24岁之间 26%的人年龄在25至44岁之间 如果你的目标客户是年轻人 那TikTok是你不可错过的电商平台之一 哪怕不适合我们的产品 也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和布局的流量载体 以上是为大家分享的站外引游的渠道 卖家们要根据自己的产品 推广的目的 销售的时期等去选择适合的引游渠道 现在即将进入下半年旺季 相信许多卖家已经在上半年打造好了产品 等着下半年的爆发 那么站外引游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 跟这一边 Gingerbuck的风筒 是一个人来评论这样的 这个风筒的问题 这就是非常的運気